防疫政策不斷修正 防疫保單 理賠給付越來越嚴苛 各大產險公司陸續宣布 重複投保 拒絕投保 甚至退費 一度引發爭議 金管會表示產險公司 有一定的未納量 若在核保階段 保險公司有權聚保 金管會這樣的解釋 是老實講有放水的嫌疑 防疫嫌理賠爭議不斷 針對重複保險聚保 金管會保險局表示 若在核保階段 保險公司有權利這麼做 副邦產險基於損害填補原則 開出副保險聚保第一槍後 陸續多家產險公司跟進 打開國泰產險的官網 就會跳出防疫險核保作業說明 強調因投保案件暴增 已經超過風險的未納量 承保的條件更嚴苛 以一見為限 不過出現的爭議是保護以扣款 只差一支保單 也遭退費拒保 另外有不少民眾向立委投訴 因小孩的同班同學確診 需陪同隔離 但儘管會認為家長自願隔離 不予理賠 民眾認為不合理 但儘管署說明居家隔離通知書屬於行政 處分 非隔離證明 需要給予一些行政上的處分的人 開立的一個書面的證明 原則上都是經過疫調 或者是風險評估的結果 儘管會表示雖然零加七新制上路 但只要取得隔離通知書 就無需識別小黃卡 看到底打了幾劑疫苗 強調指揮中心的防疫政策 三加四是原則 民眾也可以另選零加七 因此保險業者還是要 預約理賠隔離金 記者